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儿 雷克萨 我是为和平而来的 你们要相信我 我跟我父亲的计划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真的希望这一切没发生过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珍娜 我们曾经在许多战场上一同遇险奋战 我们结为盟友一起面对过各种危难 但是你的父亲已经威胁到部落的安危 以及我们族人的未来 你应该知道这件事会如何收场 我知道 索尔 做你该做的事吧 这附近的岛上有个哥布林船屋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战舰 有了这些战舰 你就能突破塞拉摩周围的封锁线 但是 请你饶顾我的手下 我父亲会命令他们来对付你 但是在一切结束之后 他们就是我仅存的家人了 请为我手下留气 珍娜 我答应你 我们会尽力而为 你最好赶快离开 战争就要开始了 索尔 部队准备就绪 该为事情做个了断吧 雷克萨 这边就交给你 我会在塞拉摩跟你会合 看着 是珍娜说的哥布林船屋 现在我们可以雇用他们的重型船舰来突破封锁线 我倒入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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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 杀人 路面 突破封锁线了 快登上去 登上运输船 我们必须登陆塞拉摩 击溃海军上将的防线 雷克萨 你做得很好 你是天生的领导者 就某方面而言 你让我想起了地狱猴 谢谢你 大酋长 现在只剩一件事要处理 我们必须进攻堡垒 跟海军上将做个了断 各位战士 我们马上要进攻那座堡垒了 我们必须找到海军上将普劳德摩尔 杀了他 部落才会安全 狼克塔罗嘎尔 以部落之名 为都洛塔而战 雷克萨 我们会跟着你 带头冲吧 好 我们志同道合 我们志同道合 海军上将的精英守卫想要截断我们的部队 杀光他们 我必须承认 你们兽人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文强 老头 这早就不是你记忆中的部落了 我们并不想征服或残杀生命 我们已经为前人的罪孽付出了血的代价 兽人 你以为凭自己的鲜血就能洗刷大屠杀的罪孽吗 你们部落携洗暴风王国跟罗德龙 杀害无数生灵 你以为这些罪性能够就这样一笔勾销吗 不可能的 你们这种生物永远不会改变 我也永远不会放过部落 一切都结束了 投降吧 人类 父亲 你为什么都不听 珍娜 不论如何 她是个值得骄傲的战士 记住这一点 杜洛塔终于安全了 我们没有继续和这些人类战斗的理由了 珍娜 我们会和平地离开 希望我们永远都不用再回到这里 再会了 女法师 雷克萨 你拯救了我们 我们无法回报你的恩情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回到杜洛塔定居在那里吗 索尔 我感激你的好意 不过我是流浪各地的摩克纳萨尔人 我属于原野 适合于野兽和这片大地的元素为伍 但是请记住兄弟 我永远都是部落的一员 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一定会出现 再会了 不要相信 哦 那海洋之女 海上传来声音 她的话语 飘荡在风雨里 她的心 沉没海底 海军松明 在卡林多 险阶满烟万里 上江卷去 在塞拉摩 因为爱你离去 为何愿意 哦那海洋之旅 为何抱起了过去的回忆 身为我们国家的荣誉 为何做错落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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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逃命 横越大海而去 上江湘西追寻 仰帆千里 为拯救她心灵 而自己 你 死不足心 寻寻觅觅 指尖危机降临 逼军大举熄来 上江英帝 上江英帝 英勇无拘 上江英帝 英勇无拘 用今夕西西西她警告人命 别相信那海洋之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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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懂了 父亲 月落风起 传来悲痛声音 那熟悉的话语 不要相信 哦 那海洋知你 不要忘记 过去